202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谋求连任 因为应对新冠疫情不利 以及黑命贵骚乱事件等原因 目前他的支持率大幅落后于对手拜登 此外美媒称特朗普如果败选 将受到一连串的官方调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7月26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为何说接下来的100天 会许成为美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100天的文章 文章称再过100天 美国人将在总统大选中投票 但这次选举远非正常时期的选举可比 今后的100天很可能会作为 美国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100天载入史册 文章称美国人必须明白 在这次选举中岌岌可危的 不仅是特朗普的政治前途 还有他的财务和法律前途 特朗普知道 一旦他交出总统权力 他肯定会受到一连串官方调查 美国人有理由认为 特朗普为了继续掌握权力 将不惜做出任何政治独职行为 这也是所有政治派别的美国人 在今后100天里需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当然他保住权力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赢得选举 但是鉴于最近各项民调显示 拜登以超过10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 他也将面临重大考验 因此美国人必须警惕他可能采取的伎俩 比如编造针对拜登的指控 以打击邮寄选票造假为名 干预邮局工作 向民主党的票仓派遣联邦探员 以确保票箱安全 恐吓和打压参与投票行为 在选举前后宣布动用紧急权力 以及最不幸的选项 发动一场海外军事袭击 因为众所周知 美国公众在战时 往往会团结在总统周围 文章认为 接下来的100天将发生很多事情 美国人需要保持警惕 美国在民主方面的伟大实验 或许这是自内战以来的第一次 真的处于险境之中 美国究竟会在拜登的领导下回归民主 还是会在连任的特朗普领导下 看到民主被进一步削弱 与此同时 中国也有学者指出 特朗普民调支持率全面落后于拜登 但是他必须要连任 不连任他也很危险 个人政治安全甚至法律上都危险 所以他必须连任 在民调全面落后的情况下 特朗普还有没有希望连任呢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7月26日刊文称 历史表明 未来100天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包括令人吃惊的胜利或失败 据2016年大选还有一个月之遥 但仅仅当年的10月7日一天 就先后爆出特朗普贬损女性的录音弹 维基解密曝光希拉里邮件 奥巴马政府指控俄罗斯入侵民主党电脑 等于选情相关的重磅新闻 在1988年总统选举前100天 老布什在民调中还落后对手17个百分点 但在大选最终结果中赢了50个州中的40个州 目前特朗普在6个摇摆州的选情非常糟糕 在亚利桑那他落后拜登7% 在佛罗里达落后5% 在北卡落后5% 在宾州落后6% 在威斯康星州落后8% 只有在密西根州领先5% 而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 只要输掉佛罗里达州 没有一个能赢得选举 民调分析者认为 特朗普想要重现当年老布什的命运 就必须改变竞选势头 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威胁着所有选民生命的情况下 他很难改变现状 鉴于今年以来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 事情仍可能出现变数 例如新冠肺炎在秋季消失 或者疫苗提前诞生 经济迅速复苏 或者拜登在竞选辩论中犯错 这时候再辅制于对外战争 也许会令民调大幅波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